第1365章 激活足文 我当年也是拥有着三种异火 不过可惜 在那最后一战中 三种异火 皆是被我彻底的引爆开来 听得这话 萧尹眼皮 顿时忍不住地跳了跳 心中有种掩饰不住地悍然 以当年萧璇的实力 居然还被逼得 最后引爆三种异火 可以想象 那等局面 是何等的凶险 不过让他萧炎 略为有些疑惑的是 萧璇应该没有 焚掘这段异火 那他又怎能控制 三种异火呢 哈哈 你所修炼的异火 的确很强 虽然并非是我见过 最强的高级异火 但它的成长性 却是相当恐怖 依靠吞噬异火 来获取力量 这无疑是在刀尖上行走 这等异火 危险也霸道 似是知道 萧炎心中所想一般 萧璇也是笑着 继续说道 我当年操控的三种异火 完全是依靠 本身实力 强行将它们控制的 并没有将它们 吞噬烈化 到了那一步的人 即便是异火 也足以强行镇压 萧炎微微点头 难怪 原来萧璇直接是使用 最直接 最蛮横的方式 来操控三种异火 以它当年的实力 要将三种异火控制 应该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你所修炼的功法 说起来 可能最适合 天火三旋变 经过吞噬炼化 这些异火在你手中 已经是被使用的 炉火纯青 不会有半点抗拒 这一点 即便是当年的我 都是无法彻底做到 既然完整版的 天火三旋变 已经到了手 以便好好的观摩一下吧 尽量的 在离开天幕之前 成功的 将足纹修炼出来 萧璇笑着说道 萧炎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 转身与薰儿略做交谈 便是直接盘腿而坐 将卷轴贴于眉心处 将其中所蕴含的 大量信息 尽数的收入脑海之中 这般吸收 持续了半赏时间 萧炎双眸 也是缓缓睁开 脸庞上 浮现些许沉吟 天火三旋变 第一变 第二变 第三变 突然间 萧炎双手 突然闪电般得 结出手印 天火三旋变 在短短数秒之内 便是被其完整地开启 而与此同时 萧炎体内气息 也是突然到长 炙热而狂暴的斗气 在萧炎体内 飞速地运转 一股股炙热的温度 缓缓地渗透而出 最后 进入血管之内 而伴随着 这些高温的渗透 血管内流淌的血液 突然间加速了起来 凭借着出色的灵魂感知 萧炎能够觉察到 似乎有着一种 奇异的力量 正在血管之内 飞速地穿梭 看其目的地 赫然便是 其眉心之处 在萧炎体内 那种奇异能量穿梭时 外界萧炎眉心处 却是逐渐地 闪烁出 些许光滑 隐隐间 一道浑然天成的纹路 缓缓地浮现而出 而紧接这一道之后 似乎还有着 其他纹路紧跟而上 当这些奇异的纹路 出现到第三道时 一道细微的声响 却是突然地 自萧炎体内传出 寻寂那刚刚浮现的 这些奇异的纹路 则是逐渐地消失了去 当那些纹路消失的时候 萧炎的双眸 也是睁了开来 眉头紧皱 眼中有着疑惑 明显是并不知道 为何会失败 萧足足文分九笔 你先前仅仅勾勒出了三笔 一旁的萧弦淡淡地道 这天火三旋变的最后一笔 便是勾画足文 虽说足文一直便是在你的体内 但却是需要你将之激活 勾画足文需要积极庞大的斗气 以及极度精妙的控制力 现在的你实力刚刚猛掌 显然并未真正地拿到那种心碎异动的控制 光是三笔便是消耗如此恐怖 这与人对战的时候还敢开启足文吗 萧炎苦笑道 只要你将足文激活了 那以后自然不用再消耗如此庞大的斗气来勾画 只需要心念一转便是能够将足文施展而出 所谓万事开头难 这激活足文便是最为困难的一步 萧璇挥了挥手 玄机笑着又说道 好了 继续吧 第一次能够勾画出三笔已经是极为不错的成绩 静心灵神 完美地控制每一道斗气 最后方才能够将九笔彻底地勾画出来 对于萧璇的催促 萧炎只能点点头 对着熏而投去无奈的目光 后者也是言嘴倾笑 做出一副爱莫能助的娇俏表情 深吸了一口气 萧炎也是逐渐地收敛好心思 逐渐地沉神 略作修整 再度开启修炼符文 天火三玄变 足文的修炼之难出乎了萧炎的意料 原本以为这东西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但却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等的棘手 看似短短几笔的简单笔画 对于斗气以及控制力的要求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无比苛刻的地步 到了这种时候萧炎方才明白 与直接被族中长辈赐予族文的古族等远古种族相比 他们萧族的人是何等的悲剧 不过索性在这天幕之中 时间尚还足够 虽然进展有些缓慢 但总归是有着彻底成功的那一天 而时间也是在萧炎这等苦化族文之下 迅速的流逝而过 这种修炼虽然枯燥 但还好有着熏而的陪伴 倒也并不显得寂寞 有时候萧炎也会想起 那被留在古墓之外的古青阳等人 但在萧丽严厉的看管下 他却是没有半点偷懒的机会 在这等枯燥的修炼之下 半年多的时间也是一簧而过 充斥着古老气息的大殿之中 一道修授身影盘腿而坐 其目光紧闭 浑身气息浩瀚磅磅礴 此刻在他眉心处的部位 一道道紫红色的奇异纹路 正如同被一支无形的笔 缓缓地勾勒出一般 细续看去那第八笔 刚好是完美的落下轨迹 这般模样 一个散发着奇异能量的足纹 已是大致成形 在萧严的身旁 萧悬望着他眉心处的 那出现了第八笔的足纹 也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能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勾勒出八笔足纹 这等速度 即便是放眼当年的萧族之中 都算是佼佼者了 而且萧严还是在刚刚实力暴涨之后 便是动手攻化 这又使得困难程度提升了不少 而就在萧严点头时 只见得萧严没清楚 一道紫红色的纹路 居然是再度缓缓地浮现了一个小点 见到这一幕萧璇顿时一愣 玄机眼中闪过 些许错愕之色 这小家伙竟然想要趁势 勾画第九笔了 在萧璇心中为之惊恶间 萧严的眉心处得那一道奇异纹路 也是在以一种缓慢 但却极为坚定的轨迹徐徐落下 中途没有半点停顿 看上去充斥着一种星云流水般的美感 这小家伙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呀 在萧璇的惊叹下 那最后一笔的纹路 也终于是以一种缓慢的速度缓缓完成 而就在那最后一笔的最后一点落下时 一个玄傲的紫红色足纹 对时出现在了萧璇的额头之上 就在足纹成形的那一刹 萧璇体内血液流动速度突然加快 一道奇异的声音透过血管 身体缓缓地传了出来 成功了 听得这道血脉的嗡名之声 萧璇的眼中也是夺过一抹喜意 足纹成形 萧璇紧闭的双眸也是突然睁开 眼中紫红光芒大盛 片刻后光芒逐渐的熟练 而其眉心处的那道足纹 也是在其心念一动下 缓缓地消失在了皮肤之下 总算是成功激活了 萧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虽然眉心处的足纹已经消失 但他确实能够感觉到 此刻在他的眉心处 正悬浮着一道奇异的能量光芒 拥有了这等足纹 日后天火三悬变 也是不用再度开启 只要心念一动 这足纹便是会变成最为完美的秘法 站起身来 萧璇抖了抖身体 听得骨骼之间传出的那清脆响 他也是微微一笑 半年多来的修炼 不仅让他成功地将足纹修炼而出 而且还令得他体内斗气 再度恢复到了 以往的那种炉火春青的控制之下 现在的他方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 八星斗尊巅峰 算一算时间三年也应该到了吧 感受着这比起当年进入天幕的时候的巨大差距 硝烟目光也是缓缓抬起 望着古老大殿之外 或许也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博奖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雄》 第1366章 第1366章 最后的历练 还有五天时间左右 三年时间 便将会到达这天幕之行 总算是要结束了 望着硝烟脸旁上的沉吟之色 一旁的熏儿也是微笑道 闻言硝烟也是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眨眼时间 三年时间便是消逝而过 虽然外界仅仅只过去了半年 但他们却是实打实的度过了三年的苦修 不过所幸 苦修虽然枯燥 但那效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好 硝烟当年进入天幕的时候 沙海只是刚刚进入六星斗尊 但现在他却是已经达到了八星斗尊巅峰 再加上诸多的手段以及足文 即便是面对着九星斗尊强者 他都是能够与之一战 三年时间也算是让得硝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是该离去的时候了 这时间可还真快呀 一旁的萧寻也是在此刻笑道 声音中有着淡淡的落寞与寂寥 天幕固然让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到现在 但也同样的给予了他无穷的孤独 在这片没有人气的世界中 他们就如同囚犯一般 被这片世界所囚禁着 先祖以后你还会这样的存在着吗 萧炎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萧璇轻叹了一口气 点点头 说道 这应该便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的代价 我们并不能离开天幕 一旦踏出便是会瞬间烟消云散 因此只能够这样一直的 存在于这片世界之中承受着孤独 听得萧璇话中那淡淡的悲凉 萧炎心头也是极为的不好受 他们仅仅是在这里待了三年时间 便是觉得难以忍受 而萧璇在这里的时间 却是比他们多百倍千倍 有其他的什么办法让您彻底的复活吗 萧炎缓缓地问道 我知道你是炼药师 一些高阶丹药的确能够让得垂死之人恢复生机 但我却是一个早已经死了无数年的灵魂 甚至这灵魂还只是残缺 萧璇笑了笑倒是显得颇为豁达 拍了拍萧炎的肩膀 继续说道 小家伙 若是觉得心里不好受的话 便接近全力地突破至地境吧 你若是走到了那个层次 或许还能想到一些让我解脱的办法 但现在的你多想也只是徒劳 我承受孤独 遗留在这里 所谓的并非是能够再度复活 而是能够将萧族的血脉之力再度遗传下去 我并不想让萧族的血脉之力 伴随着我永久地埋藏在这暗无天日的天幕之中 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压抑着心中分腾的那些情绪 他知道萧玄所说不假 即便真的有办法能够让得后者解脱 但现在的他也并不具备着那种能力 先祖放心 天幕我必然还会再来 不过下一次再来此处时 我必然会突破之斗圣 萧炎沉声道 虽然达到斗圣极端的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全力以赴 望着那一脸郑重的萧炎 萧玄也是欣慰地笑了笑 手掌突然一招 萧炎那界一阵抖动 一个巴掌大小的光团便是飙飞而出 最后悬浮在萧炎的面前 这是 见到这一幕萧炎微微一正 只见得那光团之中 巡浮着一个全头大小的御勇 隐隐间从其中弥漫出一种奇异的气息 这是远古弑虫的虫后 说起来 这虫后也是达到了相当于人类半生的水平 不过如今它处于休眠期 不然你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地从能量壁之中穿过去 萧玄微微一笑 说道 半生级别的虫后 听得这话 萧炎脸皮顿时抖了抖 赶紧手心都是有些发麻起来 果然是不知者不畏啊 当初如果知道这东西如此恐怖的话 那他死也是不会好奇地将其抓过来 难怪我们出了禁闭后 那些远古事成那般的疯狂 轻而好奇地看了御勇一眼 笑道 如果这东西让你们带了出去 等这虫后苏醒 便是会悄无声息地钻进你身体之中 然后暗中吞噬你的斗气 若非斗胜强者出手 不然绝不可能将其在你体内寻找出来 萧玄笑道 文言 萧炎额头上顿时冷汗之貌 斗气消失 他当年已经尝试过一次 即便现在他已经今非昔比 但依旧不想沾染上这些鬼东西 还好先祖眼光毒辣 不然真是会被这该死的侍虫以后给害死掉 萧炎有些心记得到 这虫后的确麻烦 但却是用来炼制远古虫黄衣的绝佳材料 萧玄微微一笑 见到萧炎二人有些疑惑的眼神解释道 远古虫黄衣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防御斗技 但经过炼制 它能够化为铠甲状的模样 覆盖在人体的身体上 这东西在远古的时候极受欢迎 按照我的预料 若是用这虫后来炼制远古虫黄衣 恐怕足以承受半生强者的攻击而不悔 听得这不起眼的东西 居然能够让的人承受半生强者的攻击 萧炎的眼睛也是微微一亮 它本身便是拥有着龙黄骨甲 若是再加上这远古虫黄衣的话 即便哪一次被盗圣强者轰了一击 都是能够捡回一条小命吧 放心吧 炼制这东西便交给我来吧 在你离开前 我会将远古虫黄衣交给你的 萧璇笑道 现在的你呀 或许应该抓紧时间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 萧炎一正问道 自然是收拾那两个魂族的人 吃了那么大的亏 总不会就忘记了吧 萧族的人可不是就这等好度量的人呢 萧璇淡笑道 魂崖跟魂力吗 文言萧炎的毛子也是微微眯起 说道 哼 怎么会忘记这两个家伙 只是如今我也不知道 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萧炎实力大涨 若是再次面对着魂崖二人 即便是不召唤天妖魁 也是能够轻易的将两人收拾 再者 这天幕几乎就他们这些活人 这里危险重重 即便他们二人死在这里 恐怕也是无人知道 当真是杀人灭口的最佳场所 只要是他们还在天幕当中 便是逃不出我的感应 萧璇淡淡一笑 手掌清晖 面前的空间便是一阵波荡 一道裂缝徐徐的蔓延而出 从这里进去便是能够出现在 他们百里之内 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你们了 我不会插手半点 有问题吗 萧炎微微摇摇头 嘴角挑起一抹森然冷笑 也不多说迈着步伐 直接是踏进那空间裂缝之中 在其身后 薰儿也是紧碎而近 再见到两人消失在空间裂缝之中 萧璇也是笑了笑 这便算作是萧炎离开之前的 最后一个历练吧 一望无际的大地之上 淡淡的能量雾气 营绕着天地之间 偶尔有着能量体飘荡而过 悄无声息间 逢若鬼魅一般 乱失林里间 一道身着银色甲卫的身影 凌空而坐 一道极其强悍的能量 自其体内弥漫而出 显示着这道身影 至少是达到了九星层次的能量体 此刻 这道能量体目光正警戒地在下方扫动 虽然下方空无一人 但多年的直觉 却是令他感受到了一丝危机 注射了两久 但却没有什么收获 这道九星能量体也是略微放松 然而 就在他紧绷的身体放松的那一刹 周遭空间突然凝固 两道漆黑锁链 闪电弯得洞穿虚空 带其一阵哗啦啦的声响 快若闪电弯得穿进了这道能量体的身体之中 黑雾弥漫间 生生的僵肢撕裂而开 而后虚无空间 一道黑影闪躲而出 一把抓住那枚九星能量核 这些能量体空有庞大的能量 但却没有半点的战斗力 那道黑影随意地将能量核收入那界 微微抬头 露出一张苍白而阴旧的年轻脸庞 赫然便是当日的魂崖 天母身处强横的能量体倒是不少啊 但那个家伙太过恐怖了 我们还是离远点比较好 又是一道身影紧随而现 那一脸的恐怖伤疤自然是魂力 哼 没想到在那天母之中 也是有着消族的强者 消炎那混蛋 运气倒还真是不错 魂崖目光阴寒 森染得到 马上便是要离开天母了 记得一出去便是用空间遇见 传送走 不然事情传开了 古族人必然会留下我们 至于消炎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自会带人将他连带的星远格彻底的学习 魂力浑浑的点了点头 双眼之中也是不满着森冷杀意 自从进入天母之后 他们便是被消炎反制 这让得心高气傲的两人如何的能接受 我看也不用再等到下次了 现在就解决了 不是更省心吗 我说的对吧 两位 然而就在魂力点头的那一煞 这片空间突然泛起了一阵奇异的波动 宣记一道轻笑声 也是缓缓的传开 两道身影踏着虚空 在魂牙二人阴沉的目光注视下 一脸微笑的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